哇 最经典的东西 有点难以想象到底是什么味道哦 大家好,我是金熊 大家好,我是阿文 今天就跟阿文打算 来做一下 抖营看到很多神奇吃法 其中一种吃法 就是雪碧泡面 我就有看到很多 他们分享都讲很好吃 极好吃有极好吃 其他YouTuber他们也是有试试 可是哦,我就怎样看 我都很难以想象 味道是怎样的,因为雪碧 就是甜甜的嘛,然后配上泡面 就有点难以想象 阿文也是难以想象 不过从马浩机型的我 今天就打算来试试一下 我就跟着抖营那边讲的材料 我就准备好了,它的准备材料 就有这一些 好,它的准备材料 我要从哪里开始 好,就有泡面咯 然后有黄瓜 有青葱 有香菜 有蒜米 小辣椒 黑醋 酱青 其实我不懂这个黑醋 还是这个黑醋 黑醋跟酱青就对了 还有芝麻 还有这个辣椒 然后还有这个是油 还有老干妈 OK,这些就是它的材料 现在我准备要开始烘 一开始咧,我们先抛黄瓜丝 先 OK,先抛丝 先 OK,好 有点多哈 要我们放点青葱 你不吃青葱的哦 我不吃香菜也不吃葱 嗯 没问题哦 它这道菜里面有哦 不要这么挑食啦 做一个不挑食的宝宝 才会快高长大 我很高哦 哈哈 哈哈 你这个哪里来的自信哦 哈哈 还好懂啊,现在 哈哈 我很高啊 我就觉得我很高了 高吗 高 嗯 嗯 然后咧 就来一点小辣椒 我的感觉像会很辣哦 这个东西 才一条辣椒而已 嗯 等下吃到我哭哦 哭你也是啊 哈哈 再来酸米 你有吃酸米的吗 为什么你要用笑来回答我 不然我妈听到我 哈哈哈哈 你妈妈会发现耶 OK 然后再把芝麻倒上去 再把这个辣椒倒上去 哇,感觉像是辣的咧 这个东西 倒一点就好哦 然后 然后 这边就放一汤匙了 干嘛 感觉到全部东西都是辣的哦 哈哈哈 有点要 辣菊花的感觉哦 啊 好奇吗 对于这个东西的味道 哈哈 恐怖 不懂是怎样的感觉 我看他们真的吃吃到很爽耶 哦 等一下你吃就懂了啊 是哦,吃就懂了哦 搞不好好吃耶 我们那边开一个雪冰面 他们全部都自己可以做在家 懒惰嘛 可能我做的特别好吃耶 买了没有吃过 要放个哈拉牌 你要去申请哈拉耶 哦 叫Spite Me 哈哈哈哈 OK 好 现在这个油哦 已经加热了 就要把它淋下来 OK 好,现在呢 油倒下来之后啊 就要加这个雪碑进来了 哇 哇 OK,最经典的东西 哈哈哈哈 有点难以想象到 到底是什么味道哦 这样多 我看他们放很多哈哦 是要这样多哈 我不知道 我也不懂耶 很黑暗 是哦 很黑暗的感觉 然后再倒上这样青 然后再倒上粗 我也不懂是不是要这样多嘞 OK 搅拌一下 然后等下就放面下来哦 我想睡觉了 我想睡觉了 睡觉了 哎呀 你才睡醒了嘞 很累耶 等下画这个面 我讲你筷子工不好 嗯哦 应该油筷子工好 你来夹面嘛 Focus要大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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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面放出来了哦 然后 捞一勺这个 我的勺有点大啊 大家不要介意 已经很丑了 拍到 哈哈哈 OK 捞一勺这个经典神仙这样子啊 咦 咦 淋在上面啊 Oh my god Oh my god 嗯 它们的颜色很红咧 我发现到 这么我的不红啊 我这样子看有点搞味噢 是吗 对啊 哈哈哈哈 然后淋上酱了之后 再撒上香菜 然后 把它搅拌一下 先来捞一碗试试看先 不知道味道够重吗 因为感觉上 雪碧放有点多 一点紧张哦 嗯 这样修是可以的味道 诶 好吃的咧 它只是不够咸吧 放盐诶 嗯 我觉得要再加 加多一点老干妈 加一点老干妈 嗯 这个老干妈是有咸味的 再加一点老干妈 我觉得 诶我的 我的雪碧放多了 大家如果 阿咖不到分量 我觉得大家 雪碧不要放那么多 因为 我的那个酱青也不够了 我觉得 把它加浓一点 这可以了咧 等你试试看 把我弄过 ok 我再加多了一点老干妈 再加多一点酱青粗 ok 然后再给它捞一下 现在咧 给阿文试看 来吧宝宝 let 给你try了 let you try了 你刚才吃完了 不要 我不要这么多 我给你试 可以先吗 啊 这是你的 有香菜 不会吃到的 香菜没有什么重的味道 感觉怎样 讲啊 我形容不出 你的形容不出啊 乖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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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朋友 不是你要的味道 嗯 可是这样子 以吃的角度来讲 还可以吃吗 是可以的 吃可以吃啊 假的我还不懂 我调料味怎样 我再试试看啊 嗯 味道重一点 我觉得会比方法好吃 它是真的是可以吃的 是一个 也是一个我不会形容的味道 然后 我觉得是不难吃的 我会喜欢的 然后你不喜欢的 OK 现在是 我跟阿温都吃好 总结一下 首先 这个东西 哦 100分里面 我会吃的程度 是有 70分 然后 阿温100分 你会吃的程度有多少分 二十分 二十分 只有二十分 所以这个东西哦 蛮因人而异的啦 所以这个雪碧面 目前我是try到了 真的是哦 神奇的味道 大家如果吃饱 大家没有吃的话 可以试试看 然后呢 今天还有再看到 一个雪碧饮料 也是跟阿温看到的 就是拿雪碧来做咖啡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 OK 它的 泡法就非常的简单 首先你准备一个冰 一杯冰 哈哈 然后呢 在里面就放点柠檬 OK 好 就塞两片柠檬了哦 然后呢 就在里面 就倒雪碧 先倒半杯哦 啊 会很大杯吗 会吧 嗯 OK 然后呢 再把咖啡夹进来 咖啡呢 就要用 呃 无糖的咖啡 就是咖啡哦 然后就把咖啡夹进来 咖啡 咖啡 OK 好 这样子就变成了 冰美式了 OK 好 现在来试一下味道 不懂好不好喝喝 OK 好 搅一下 没有拿到吸管 哦 是不是都没有拿吸管呢 OK 好 好 来试味道了 有点好奇哦 这样子看是很美一下哦 怎样 如何 咖啡味不够重耶 是吗 可能雪碧放太多了 不过是OK啊 看它们都是大一点点 哦 这样可能它味道是不重的咯 嗯 来你试看 怎样 可以 可以 可以哈 好喝哈 嗯 很喝 讲一下感想 很咖啡味哦 咖啡味啊 就那种 可是雪碧味没有喝到哦 它是咖啡味比较浓 又不够浓 不会不会 它讲的有点 嗯 很清爽 这个咖啡 嗯 大家在家里哦 如果有雪碧 如果有咖啡哦 有柠檬 可以这样子来泡一下喝 这个呢 阿文就觉得可以喝 然后我也觉得可以喝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啦 这一次的雪碧咧 就做了两样东西 嗯 下一次咧 再来想一下要做些什么 大家是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啊 跟我讲一下 你们有看到什么神奇的吃法 或者是神奇的水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看看 然后试验看看 到底好不好吃 或者好喝 这样子 这期视频我就拍摄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千万不要用三合一咖啡 然后把这个咖啡倒进来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 很像很搞怪的样子 哈哈 我觉得不是这个咖啡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感觉没有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不是这个咖啡啊 不是这个感觉 怎么会是这样的感觉 搞不好好喝 你自己喝先 不行我们再出去外面买吉他咖啡 嗯 OK 哈哈 好现在 来试喝啊 有点紧张 哈哈哈哈 嗅味道哦 有点Starbuck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哈哈 Starbuck听到要吊我 明明要哀Starbuck齁 来试一下 嗯 哪 对吧 1 讲一下感想 我讲不出 你讲不出了 你讲不出哈 感觉怎样 我觉得不是这个咖啡 不是这个咖啡啊 你要买过吗 我觉得买过 买过 买过啊 有不觉得很奇怪 那这味道 是啊 字幕志愿者 杜文字幕志愿者 杜文字幕志愿者